我後悔了 真的 我可以改吧 應該是圈 請說 因為茶喝多了會降血壓對不對 茶喝多了降血壓 我不知道 是吧 有的茶不是可以降血壓嗎 然後咧 如果降血壓你已經平血了 你還降血壓 那不是滴到不行 茶也是水啊 不行 不是 茶有茶 你可以用水吃藥 不能用茶吃藥啊 對啊 真的好棒喔 小改變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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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臨正改了 我敢跟你同伴 你知不知道 如果大家都舉圈 那節目有什麼好看呢 結果我就是這樣啊 怎麼啊 我一定有梗的 你開始質疑自習是答錯的 還要找一個理由說 自己是對的 沒有 我是這種人嗎 不是啦 真的 那大家知道 所以你們也都認為是圈 對啊 因為喝茶可能會有一點 我喝茶會心機 因為我覺得裡面的咖啡 會讓我有一點心境 然後我以前真的就是以茶帶水 我不喝水的人 我只喝那種 夏天就是泡冷泡茶 冬天就是喝熱茶 那我覺得那時候 我那個什麼 貧血狀況其實 就是有貧血 很嚴重 然後我現在都喝水不喝茶 我覺得狀況好像比較好 所以我就會覺得 是不是 因為我那時候喝茶喝比較多 答案是對的 對的 對的 你以為我們都忘了 對的 沒有 我剛剛其實真的想換答案 因為我就是那種咖啡茶 就是替代水的人 我真的被檢查出來 就是我體內水分偏低 而且太低了 所以我在想說 其實應該是有關聯 妳都知道原因 對 妳都不會趕 不趕 自己安慰自己不趕 還是不喝水 可是我就覺得說它應該是有 有關聯 不行啊 因為 因為茶會把那些養分什麼 帶走 會帶走 對 它真的是有關聯 對 欣欣的講法是對的 茶裡面有很多成分 有一些茶鹼跟那些丹磷酸 會跟一些二價的離子結合 那鐵的話本身會跟它結合 之後它本身吸收就不好 我們好不容易吃到 含鐵的東西 吃到你肚子裡面 就你又喝了茶進去 當然你的鐵不能吸收 那不等於白吃鐵了嗎 可是我們希望脂肪可以拜拜 不要喝茶 基本上其實有時候 其實你要脂肪拜拜 你可不可以脂肪的東西 少吃一點 比較快 對啊 真的 對啊 少吃零食 少吃甜食的話 基本上其實算是 控制體重一個法寶 那你不能因為這樣子去喝茶嗎 對 懂意思嗎 OK 好 那還有什麼生活習慣 可能會導致你平息 第一個就是 你經常結食減肥 那結食減肥的人 就可能它一些紅色的肉類 一些營養就不夠 那剛才有提到說你可能缺鐵 也可能缺葉酸 B12 你可能缺蛋白質 因為這些東西要喝起來 你的雄素才有這些原料 對 所以不是只有說補鐵 就可以補得到 你還要B12 葉酸 跟一些蛋白質要重的營養 這個很重要 再過來如果你熬夜失眠的話 其實說實在的 當你那時候在消耗很多的東西 你又吃了很多不健康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你的身體是不好的 再過來吃甜食吃巧克力 它裡面也有很多一些 真的喔 其實鐵本身是屬於動物性的 很多一些植物性的東西裡面 都會跟鐵做干擾 這基本上是很重要 再過來如果你本身有些吃止痛藥 或是吃抗生素 尤其是跟 阿脂皮靈類的止痛藥 它基本上會什麼 會傷胃 傷胃會造成什麼 胃檸檬的傷害 也可能造成那個 胃可能會出血 所以說最近 常常可能說 吃藥的時候要配水 可是你水如果喝得不夠的話 藥如果卡在 胃食道 食道會胃的話會造成什麼 食道的潰爛 胃的一些出血 所以基本上很舒服 所以要配水 不要配茶 基本上這個觀念很重要 這個其實之前就有發生過 就是像那個文婉他們那種人 就是說每天都想要油切對不對 所以吃完之後 就會大量的喝所謂的油切的茶 一直喝 一直喝 結果喝到最後也是 變成貧血很嚴重 原因就是因為油切 把那些你本來食物裡面的鐵 都切走了 但我覺得還有另外一樣 是剛剛沒講到的 就是 因為鐵它在酸性的環境下 吸收的才好 可是有些一胃痛 就喜歡吃那個胃片 胃乳胃 散胃什麼的 這個時候中和了胃酸 你整個胃的那個酸度 當時是不是變成沒有那麼酸 這個時候反正你鐵質吸收不好 所以之前就有人那種說 在工作到一半昏倒 想說什麼昏倒 原來他想說是又胃痛昏倒了 這次不是 這次是因為貧血 對 所以也不要動不動 就自己亂吃致酸劑 除非是醫師告訴你 你是什麼樣的情況適合用 你如果長期已經痛得要命 你可能不是致酸劑能解決 你應該是徹底找出問題 然後這邊補充一下 如果吃那種三分熟 五分熟的牛肉帶血的話 再加一杯現打的那種柳橙汁 鐵跟維他命C合在一起的話 它的吸收力會更高 對 還更高 是喔 還要帶血 對 知道喔 三分熟 五分熟 帶血再加 現打的 C跟鐵 對 C跟蓋也是 煮熟比較豬血糕 豬血糕也OK 但是你不要把柳丁汁拿去煮 煮 煮就沒有C了 因為超過60度 它維他命C的活性就被破壞了 對 那另外如果以中醫來看 如果我們因為這些生活習慣的錯誤 造成了貧血可以怎麼補救呢 第一就是說常常減肥 或三餐不正常的 就是影響到你的消化系統 甚至喜歡吃冰冷的 就是你的消化系統已經有點紊亂了 那基本上就是說 損傷脾胃陽氣 那我們可以建議幾個跟 屬於就是說 屬於海藻類的 海帶 紫菜 靶菜 這都很好的 黑木耳 深綠色的蔬菜 甚至一些堅果核桃 腰果類都還不錯 這裡面我最要推薦 就是說你假如是 三餐不正常 或是想靠減肥 可是又怕貧血 黑木耳是最棒的 黑木耳在我們中醫叫做 就是素食裡面 它是一個很好的 因為它裡面 它裡面的鐵質 是豬肝的五倍 真的假的 對 所以它是天然的補血加品 我以為它只有膠質 對 而且我們知道怕胖的人 基本上吃的也不會太少 就是說你這個腸胃 一些脂肪吸收 那黑木耳裡面的這種膳食纖維 纖維質是很多的 可以吸附我們腸道的一些雜質 脂肪 影響 讓我們的脂肪吸收率比較下降 所以黑木耳很好 我們已經長起來 一定有一杯黑木耳露 對 那就怕血管硬化 一定要黑木耳嗎 白木耳行不行 白木耳是養肺之音的 是氣管方面 對 比較好 對 都是兩個一樣 那中醫說黑露腎 那個腎 那跟我們的 屬於大小便 跟我們的一些腸胃道 跟我們的泌尿系統的保健 是有關的 所以土成田的黑白 加一起也可以 也可以 它的植物膠質很好 對 可以 那吃素的我們知道說 很多包含蛋奶素的 你可能這些動物性蛋白 攝取太少 那你的植物性蛋白 一樣有鈣鐵 鎂鈴 這些微量元素都很好的 那我們建議就不要只吃白米飯 我們知道白米飯從稻米來的 就是它裡面 把外面的稻殼 把它去掉就是糙米 糙米裡面 再把我們的胚乳把它去掉 就是這個胚亞米 這裡面都很多微量元素礦物質 維生素B群 對我們中醫叫液氣養血 是很有幫助的 第三個熬夜的 剛才西醫師講的 跟我們中醫很呼應的 你常熬夜的人 在中醫容易造成氣陰兩傷 什麼叫氣陰兩傷 你就覺得你常熬夜的人 尤其這種心情的上班族 你會容易 容易有氣無力 那就會覺得說 很像一補個什麼雞 什麼鴨 你就容易上火 那這叫氣陰兩傷 中醫叫補氣之陰 要多吃一些柑橘類的水果 富含維生素C的 中醫叫補氣之陰 所以假如說你是貧血 是因為熬夜班的 你可以吃這個 不介紹三分熟的牛排 這個牛羊豬 這奶蛋雞肉 這些都可以來適時的攝取 然後再加一些維生素C 對 不管你是飯後吃點水果 這樣都滿不錯的 所以你要看你是減肥的 吃素的還是熬夜的 那有不同的食材可以來搭配 根據你的體質來做個調適 是不錯的養生 對 太棒了 來 最後王醫師 如果我們不想在聊天的過程 突然 它到底是還是瑤瑤呢 這種貧血的症狀 我們如果要避免它的話 有沒有什麼原則 我們把握一下 第一個原則就是 飲食要均衡 該吃的東西都要吃 不要為了減肥 可是這一集給大家一個觀念 很多人都覺得 它症狀好像是貧血 那到底你有沒有貧血 你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 去醫院抽個血 先確定你有貧血 找到原因 來好好治療 這樣你以後 腦袋就很清楚 身體就很健康 這樣才是我們的根本之道 好的 所以呢 我想反正病情解答 是我們常常在呼籲各位的 只要我們把最基本的 貧血的症狀 我們把它抓出來了 那六個人裡面 有一個人就是貧血的 比例真的是太高的 好不好 雖然它是個病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給弄好 讓大家申請盡量 好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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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